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跑行程 一前一後抵達王不見王 因為朱立倫對黨內初選機制很火大 沒有所謂的徵召式的初選 除非現在以後定了一個叫新規定 叫徵召式初選 不過初選是徵召 我想民眾也聽不懂 其實徵召就是徵召 初選就是初選 因為他剛剛當選市長 那如果黨不徵召他 他怎麼好意思跑來登記 沒有任何破壞 因為這是最公平的 掌握黨機器的吳敦義突發奇想 比賽規則一變再變 卻讓牛棚敦俘的選手無所適從 要我幫忙的時候 跟我講來拜託我 那其他事情 他從來沒有一句話 跟我們商量都沒有 黨中央應該注意一下 外界的觀感 主席會應該目前是提出一個建議嘛 這個要有全黨大家共識才可能 最公平無私的做法 他說沒有這樣的制度 沒有什麼樣的 那以前也沒有那樣的制度啊 2015跟2016年有那樣的制度嗎 吳敦義開口閉口都是為韓國瑜著想 還拿當年換柱風波回嗆朱立倫 而韓國瑜也一改態度 比氣變得很曖昧 只要這個題目一熱 我就要被逼著去洗衣服 所以這兩天我一直在洗衣服 這個都等到我們回去之後 再好好來商量 在纏鬥互搖 事實上對於國民黨的形象來講並不好 韓粉的憤怒 其實反而有可能被吳敦義給收割 所以搞不好吳敦義他自己去報名了 他去登記了 國民黨想搭著九合一選舉大勝的順風車 前進2020 但黨內制度擺不平 只怕加深彼此前夕 閃尼新聞李正道 夜庭台北上午到